這個夏天你殺死了幾隻蟑螂呢 俗話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看見蟑螂就像看見仇人的你 真的了解牠們嗎 蟑螂在動物分類上屬於截肢動物們 昆蟲缸 匪人牧 根據統計全世界大約有四千多種蟑螂 牠們喜歡較溫暖環境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能看見牠們 最常見的居家型蟑螂是 德國蟑螂和美洲蟑螂 德國蟑螂又稱德國基聯 體型小 有翅膀 平均身長1.6公分 屬於雜食性昆蟲 什麼都吃 美洲蟑螂 有翅膀 身長可達4公分分布很廣 是蟑螂裡面族群最大最廣的種類 爬心速度高達每小時5.4公里 你以為蟑螂都是害蟲嗎 都這麼噁心嗎 當蟑螂就是原罪嗎 猜不是 有很多蟑螂是被當成寵物養的喔 例如目前發現體型最大的蟑螂 非洲的馬達加斯加蟑螂 堪稱蟑螂界的一個吉拉 伸長長達9公分 受到驚嚇時通緝孔會發出聲音 同時這也是牠們的溝通方式 世界最重的蟑螂 是來自於澳洲的犀牛蟑螂 重30公克以上 跟烏尾熊一樣 喜歡油加粒樹的葉子 牠行動緩慢 但善於挖洞 可以挖到1公尺深的洞穴居住 就像一台蟑螂挖土機 古巴蟑螂主要分布在古巴跟迦勒比海 以植物跟水果為食物 小時候是棕黑色 長大後會變成美麗的淡綠色 牠漂亮的外型 就像綠寶石一般 以上三種都是寵物蟑螂中 各具特色的品種 看了這麼多 你是不是也想養一隻了呢 從來這麼多 曉得了 依靠